在德国杜塞道夫也能品尝到正宗的台湾美食 旅居德国40多年的草包吴明芳开了一间小吃馆 店名就取为台湾宝岛 餐厅装潢充满台湾古早风味 而店里的每道招牌料理更是吴明芳回台 向专业大厨学习而来 他希望透过身体力行让台湾美食扬名国际 位于杜塞道夫中央火车站附近的这间餐厅 店名就叫台湾宝岛 严谨一概直接点名本店特色 而餐厅内的装潢也别有用心 菜单就挂在这一个个编织竹篮里 桌椅的陈设富有古早味 让人一进到店里就好像来到台湾早期的小吃店 这间餐厅是旅居德国40多年的侨包吴明芳 为了推广正宗宝岛美食所开设 店内贩售的牛肉面排骨酥面 以及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 都是吴明芳亲自回台拜师学艺 在国外没有一家台湾像样的餐馆 能够真正把台湾的饮食小吃带到欧洲来 台湾小吃在东南亚非常有事 但是在欧洲完全几乎呈现不出来 没有人做这一方面 那就算有做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也不是说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每一道菜都自己回台湾拜师学艺 然后希望原汁原味把台湾的小吃带到欧洲 呈现到地台湾小吃 最重要的是食材和调理方式 因此店里食材全部都是从台湾进口 招牌牛肉面则采用当地的温体牛 以小火慢炖调理而成 每日限量200碗 卖完就不再供应 台湾宝岛开张第一天 厨房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专业是工程 但是吴明方坦言 餐饮业还是他的最爱 他希望把这股热情贯注到料理当中 加上店里的影片介绍文化导览 让更多外国友人 在品尝美味台湾小吃的同时 能认识宝岛美好又多元的风貌 台湾宏观电视翁凤英 德国杜塞道夫采访报导